好现在呢我给大家来讲 使用命令呢来更改计算机的IP地址 NetSH管理计算机的本地连接 咱们这些计算机呢 我们可以用图形界面来更改它的IP地址和DNS 我们也可以使用命令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更改呢可以在这来直接更改 那么我们用命令是什么命令呢 NetSH然后呢 Interface接口IPsetaddress 后边呢要写上你改哪个连接的地址 因为咱们的计算机呢有可能有多块网卡 咱们看现在就一个本地连接啊 这个呢我可以本地连接我也改成别的名啊 比方说这个网卡是连internet的 我可以给它改成internet 有一个网卡连内部呢我可以改成in 那么IPaddress咱们写上 这个呢是internet这个网卡 空格啊 然后呢咱们写上static 这个地址呢是静态地址 那写上192.168.80点 比方说给它写上200 这网卡是多少呢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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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后边呢写上网关 192.168.80.1 这个网关的它的优先级是什么呢 后边给一个metric值 是指的它的优先级啊 我们这个计算机呢可以给它设多个网关 那优先用哪个呢 优先值优先级低的这个呢 它优先 那这个值小的优先 敲回车 那么它的地址呢 就变化成200了 我们看一下 哎改成这个了 如果我在这给它改成201 大家注意看 这个命令一直行 那么这台计算机的地址呢 是改成201了 那有的学生说了 哎老师这有啥用啊 我用通信界面也能改 你非用一个命令来改 我们可以让用户啊 我们把这个命令呢写成一个BT 把这个命令放在这里边 改个DNS 改个自网研码 改个网关 我让用户直接一点 一点击这个就改了 这样的话呢 省着告诉他去麻烦了 那么我们要想改他的这个DNS怎么改呢 比方说我想给他把DNS改一改 现在他的DNS呢是 是10.7.1.17 我给他改成别的啊 Net SH 写上 Interface IP ADDNS 后边我们要写上哪个连接 Internet 再往后我们写上它的地址 R2.22.22.22 给它改了DNS了 我们要想给它加两个DNS 比方说8.8.8.8 好 就现在就给它改了两个DNS 现在我们来看 再点相信信息 大家看 它以前的DNS还在 又加了两个 如果我想删除它的这些DNS的 这不是爱的吗 咱们要想删除的话 这就删了 咱们想删除那个 10.7.1.6和7 这样的话就把DNS删完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点相信 没有DNS了 现在我要给它加DNS 加了两个 看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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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那如果我想把我的这个计算机的地址呢 设成思路获得 那怎么做呢 Net interface Net-sh interface IP-set Adress 后边写上本地点击是哪一个 Internet这个本地点击 然后咱们给它写上DHCP 那么这个就把地址设成私动获得了 如果咱们想把DNS也设成私动获得 这个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址是私动获得了 那DNS还是下边的指定的 也想让它私动获得 Net,SH,Interface,Ipset,DNS,Internet,DHCP 这两条命令 一个是把地址设成私动获得 一个是把DNS设成私动获得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都剩下了 咱们看私动获得的地址 要想配置成私动获得的话 你这个网络中必须得有DHCP服务器才可以 那么我这个讯息机 这个网络里边你看 它就启用了DHCP服务 所以说它内置了一个DHCP服务 所以说我这个讯息机就能获得地址 好 到目前为止呢 我就给大家讲了 如何使用命令来更改计算机的网卡地址 这些都可以放到BAT里边 把这些命令 放到BAT里边 然后让它一点就运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